互联网的广大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甲鱼 欢迎大家好 去学习零基础 入门学习python 我们不能发现 几乎每一个应用程序 都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例如说标题狼 例如说状态狼 还有边框 还有什么 滚动条 工作区 对不对 哎 那我们刚才有故意一个 遗漏了一个没有提到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没错了 就是我们的菜单了 那传统的菜单 有大家熟悉的file文件 虽然说这里是英文的 但我们不能看出file 表示文件 edit 编辑 还有什么help 帮助 是不是 这些常见的菜单项 点开之后 这个是下拉菜单 上面刚才这个是顶级菜单 点开这个下拉菜单 里面有新建 打开 保存 另存为退出 关闭 对不对 OK 那么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使用tkinter 如何制作这样子的菜单 tkinter提供了一个叫做menu的组件 它主要是用于实现顶级菜单 下拉菜单 还有唐出菜单 在这里右键 这个就是唐出菜单 好的 那么由于该组件是由底层代码来实现的 并且已经优化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建议你自行通过按钮 或者其他的组件来实现菜单的功能 我知道你可以 但是在python的开发原则是这样的 有得用 你就别自己瞎搞 当然我知道 我说的是正式开发中 那么在学习中 没事搞一搞 是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额外的东西的 OK 创建一个顶级菜单 首先我们就是实力化一个menu组件就可以了 我这里写rtk1.py 直接我们用例子来硕设 首先有一个loot窗口 然后man loop 这个我们已经打了很多次了 我们创建一个menu bar 叫做menu bar menu 来自于loot 然后menu bar我们怎么添加里面的内容 例如说file edit怎么添加 现在我们用add command add 方法 add command 你试试上你也可以写成了add 是一样的 好一样的 好 那我们就add command 然后里面写上一个叫做label hello 然后command 调用的什么回调方法 对不对 那我们在上面写一个callback 你好 可以吧 callback 好 那么意思就是说我点一下这个hello 这里有一个等一下 如果这里出现一个hello 点一下他就会你好 可以吧 好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再加一个退出退出quit quit quit 退出的话呢 我们就调用lootquit就可以了 主窗口的quit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菜单实现了没有 哎呀我们发现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再普通的窗口 啥都没有 就是没有菜单 对不对 啥都有 就是没有菜单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这里菜单实际上出现了 但是呢 我们没有把它添加到哪一个窗口上啊 对吧 那我们loot窗口呢 它会有一个menu的选项 我们把menu的选项 跟我们创建好的菜单光连一下就可以了 光连的话呢 我们用config来设置选项的内容 menu等于menu bar 那么这个menu bar这个菜单就会把它添加到这个loot窗口上去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里有一个hello 点一下 你好 点一下quit 哎 大家看没反应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idl1 它也是tkint实现的 他们两个共用了一个mainloop 事件循环 所以呢 他们的退出代码就重复了 就互相的冲突了 那我们在这里直接双击打开的话呢 这里就可以退出了 大家看到了啊 很成功 很成功 那我们要实现一个下拉菜单 就是我们点一下hello 它会拉出来一个东西 而不是执行一个命令 那方法也是大同小异的 只是说这个下拉菜单 我们把它添加到主菜单上 而不是窗口上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然后这里的话呢 我们依然是创建了一个顶级菜单 对不对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要改一下了 改一个叫做file menu 来自于这个menu bar 也就是说这个下拉菜单 它是单独的一个menu实例 这个edit也是一个单独的menu实例 所以呢这里创建一个file menu 就是这一代啊 指这一些下拉的 好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全部改为file menu 然后呢 这里改为我们传统的啊 什么打开 保存 然后呢 这里还是要改为可败了 好 那么还常见的有什么 哎 有这一条横线 这条是横线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条分割线 它我们可以使用 add separator S-E-P-A-R-A-T-O-R separator 直接就可以插住了 当然你插住在哪里 在file menu里边 OK 那接着的话呢 分割线 它主要就是分割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工作区 那这里呢 就设置为退出 可以吧 下面嘛 退出啊 退出的话 依然是调用loot的quit 好 没有什么问题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要创建一个几年菜单 就是这个 file 像这个file 就几年菜单 就点开 它有东西 好像这个rescentfile 也是几年菜单 几年菜单的话呢 叫做 Cascade C-A-S-C-A-D-E OK 那我们在哪里创建 在这个menu bar这里创建 因为它是显示在menu bar上面的嘛 menu bar 点 add Cascade C-S-C-A-D-E OK 那么这个呢 叫做 文件 label 等于文件 然后呢 menu 它要设置它的menu 也就是说 跟它相关联的 它的下一集 下一集的菜单是哪一个 就是这个file menu 大家看到了没有 事实上呢 我们跟刚才的文件是差不多的 跟刚才这个tk1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它的成熟发生了改变 大家多打几个就知道了 那我们接着再创建一个编辑 好吧 那把这个copy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进行一个小幅度修改 这个file menu 我们就改为ed menu ed menu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叫做 剪切 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叫做 拷贝 对吧 还有一个叫做 张贴 好吧 我这些都是 重新打一遍更快啊 我的1呢 好 ed menu 请切 ok 改一下它的 label 改一下它的中文名 拷贝 粘贴 粘贴 然后呢 这个呢 叫做 就是什么 叫做编辑啊 叫做编辑 ok 那么这个menu呢 就来自于这个edit menu 好 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选项要设置 就是这里 创建这个主菜单的时候 你要设置一个tear of tear of 设置为false 为什么要这么设呢 待会儿来告诉大家啊 tear of 撕开的是什么东西呢 待会儿我们来讲 卖个光子啊 我们看到了 有文件 对不对 打开之后呢 有打开 有保存 有分割线 有退出 有编辑 有剪切 有拷贝 有粘贴 啊 这个就是我们 要实现的菜单 这是一些基本的技能啊 那我们再说一个基本的技能 就是糖出菜单 如何处理 糖出菜单 pop up啊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呢 它就是用一个post方法 把它强制的弹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还是用这个来改 就实现右键的这个糖出菜单 那么糖出之后呢 你可以是 呃 撤销 可以是 重做 我们这里呢 再创建一个框架 给它进行一个绑定 一个绑定 那就是创建一个frame 这里就不要了 因为这里绑定的话呢 是变成定级菜单了 我们要的是糖出的 对吧 frame 那么这里呢 那么这里呢我们定一个pop up方法 然后跟这个frame的右键进行绑定 对吧 在这里我们就frame点by 绑定这个鼠标右键 鼠标右键呢 就是bottom3 bottom2的话呢 是中间键啊 大家可能会一下意识的以为是2 事实上是3 因为1呢是左键2呢是中间键3呢是右键好 然后绑定为这个pop up 方法啊 也就是说只要点击了鼠标右键 那么它就会调用pop up方法 那怎么实现呢 pop up呢 事实上呢就是调用menu的post 只要有menu post 它就会在指定的位置 弹出菜单啊 OK 那这里边会有一个event方法 用event.sroot yroot 好 我们马上就要来讲事件了 大家不用急 好 那么就定用post就把它弹出来了 就把这个菜单给弹出来了 是不是 这里应该是menu bar menu bar OK 让大家看右键是不是 出现了 右键出现了 右键出现了 好 那我们刚才卖了一个光子 就是说我们设置菜单的时候 它有一个tele off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设置tele off等于force tele off等于force tele off呢 中文名是撕开 先开的意思 那么tkinter到底要我们撕开 什么呢 OK 大家不要想歪了 好 我们试试变之 我们把这个呢 视之为处 或者把它忽略 因为它的默认值呢 是处 我们来看一下创建出来的菜单 有什么区别 大家看左边的这个 和右边的这个 是不是 多了一条虚线 我点一下 大家看 哦 原来让我们撕开的是这个菜单呀 大家看 它是不是 新创建的一个窗口 然后把菜单给放进去了 对不对 就直接把它撕开了 小样害我以为是 最后呢 这个菜单呢 不仅可以添加我们普通的命令行 就是我们的刚才的这么 add command 命令行 那事实上呢 我们还可以添加 像trap button 当选 多选按钮 还有radio button 当选按钮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菜单项 那么他们实现用法呢 就跟trap button 组件和radio button 的组件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来最后实现一个联合的 我们实现一个带有trap button 和radio button的菜单 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在这里改 然后把这个command改为trap button 就可以了 我们还是上面就全部用trap button 下面用radio button 好 那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trap button 需要什么 没错 它需要一个变量 一个tkint的变量 对不对 用来存放这个按钮的状态 是被选中呢 还是没有被选中呢 那好 那我们就open var等于int var save var save var save var 用一个整形的一个tkint变量 来存放这个按钮当前的状态 ok 那么这里呢 它会有一个variable 一个变量 这是存放这个 刚才创建的这个变量的 好 那这里 quit var ok 是这么回事 对吧 下边的话呢 我们就来实现一个radio button radio button的话呢 没那么麻烦 它只需要一个变量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统称为add var add var int var 好 但是呢 它这里不仅有一个variable 它还有一个value 对吧 value的话呢 这个就设为1 那么当我们这个 这个add var的值是1的话呢 就表明这个减车被选中 好 control c 23 ok 那当它表示当它这里面存放的只是上的话呢 那说明这个value等于上的这个像被选中了 好 那么来看一下啊 这里还没有改 差点又出错了radio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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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让我们看选中 它这里有一个勾勾 再点 又有一个勾勾 再点 是不是 这就是trip button 而这个呢 它只能再选择一个对不对 它们是互撤的 所以呢这个是radio button 那个是这个是基本技能 ok 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另一个组件 叫做menu button menu button 组件呢是一个与menu组件相关联的按钮 事实上就是menu加上button ok 它可以在窗口的任何位置放一个button 点开了是一个menu ok 那这个组件呢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因为呢刚开始呢是没有这个顶级菜单的 那么它就用这个menu button实现一个一个按钮在上面 你点一下出来一个 这是tkinter的早期版本 后来呢我们的menu呢就有顶级菜单的出现 这个menu button呢就没什么用了 现在呢我们主要是用于在窗口某一个位置 创建一个按钮点一下出现一个菜单 那么你就可以用menu button 举个例子 那我们还是拿这个来copy 这个我们不要我们不需要 这个几连菜单我们也不需要啊 因为我们这个按钮事实上就是几连菜单了 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要创建多一个menu button 来自于这个root 然后它的文本 它的这些选项跟这个button是一样的 点我 ok release release release是设置它的样式 release 是它是浮起了 按钮就是一个浮起的样式对不对 按下去它就是一个saken saken saken就是凹下去的样式 好 那mb 这个我们称之为mb 不是骂人 是menu button 好 那这个menu呢我们就不 不是来自于root root了 是来自于mb 然后呢taleoff 我们就不允许被撕下 false 允许被撕下呢 就有这么一个东西 点一下它就被撕下来了 对吧 没有的话呢它就没有这一条虚线 ok 这个我们也是不需要的 哎 事实上这一句我们是不需要的 这个改为这个mb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menu menu是等于这个file menu 是这么样吧 ok 那么来看一下啊 哎 出错了open 哦 多了一个变量啊 这个我们是不用了 因为我们不再用trap button 哎呀 事实上我们刚才可以用trap button的啊 好那既然我刚才把那些变量的声明给去掉了 那我这里就直接改为command了 好 点开run 大家看到了有一个按钮了 是不是啊 点我哎 它就出现了一个菜单了 好 哎哦 哦 这里设置为force啊 设置为force 表示光闭这个撕开的功能 它就出现了 这就是按钮菜单 你可以把这个按钮放置在窗口的任何一个位置 它都是可以实现 点一下 哎 躺出一个菜单 这么一个搞怪的东西的 那你具体问我这个有什么用 我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啊 那你可能在具体的某一个程序设计中会需要 好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option menu 选择菜单 option menu 事实上呢就是下拉菜单的一个改版 但是呢 它的发明弥补了这个listbox 还记得listbox吧 就是列表框啊 我们listbox无法实现下拉列表框的一个遗憾 因为呢 你事实上创建一个选择菜单 就跟一个下拉列表框是一个道理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实现出来的样式 你就知道了 为了方便大家客户查看这个代码 我把它每一个案例我都写成独立一个代码 大家才方便去对比一下 那么这个option menu的使用呢 事实上呢更加简单 它事实上就是 为我们这个menu进行一个进一层的打包 那我们 variable variable variable等于shin var 然后呢 variable variable set 设置它的这个默证值 也就是待会选项里面有好多值 设置它的一个默证值 那么这里呢 就option option menu 会光临一个variable 一个这个tkinter的变量啊 表示用户选中了哪一个值 那么默证呢 是选择这个one 那它后边里面有什么选项呢 你就在后面 添加就可以了 这个是可变参数 one two three ok 那么把它放出来 这个就可以实现了 大家看一下 这事实上呢就是一个下拉列表框的一个样式 好 大家看到了 点开one two three 点two 出现two 点three 对不对 那么点three的话呢 这个variable 这个变量呢 就会得到一个three 你用它get 就可以得到一个用户选择的一个内容 好的 那在最后的最后 我们再演示一下 如何将很多项添加到这个选择菜当中 就是有很多选项在一个列表或者原主中 你如何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option menu 这个菜当中 那我们知道它最后 哎 打错了 它最后这个是可变参数 对不对 那我现在假设一种情况 假设一种情况 就是说 在我最前面呢 我能拿到一个列表 Options 这个列表很长 那我现在不会花很多时间来打一个很长的列表 因为这样子浪费大家的时间不好 California 那种随便写啊 C-A-L-I-F-O-R-N-I-A California 很相他 C-A-L-F-O-R-Guessi 他就说 hydrated 法拉利的一个经典车型对不对 某一天法拉利公司找到小姐说 哎来给你一个下拉列表框 你给选一个啊 选选中了给你哈 那多好 哈哈 options 我们把第一个第一个设置为默认值 然后我要如何在这里添加呢 这里应该如何把这个options里面所有的内容添加 大家看到这里是一个列表 好而这里呢是一个可变参数 你可能会想哎 我直接把这个列表给扔进去 可不可以我们看一下啊可不可以 哎呀你点一下哦 他会把整个列表当成是一个选项了 对不对 而不会说把这个列表自动给拆开 好事实上的自动拆开 我们就是加一个信号就可以了 大家看 那信号有一个解包的功能 看到没有 啊这是最后我们隐藏的一点技能 OK那这里的话呢 关于打包和解包在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啊 就在这里做了往上的注释了 就说我们这个信号啊 如果说打包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可变参数是不是 可变参数是表示打包的意思 就是说你这里边可以传注N做干个参数 做干个参数呢 你事实上这里我的行仓是信号加上ARGS 那么他就会把这些做干个时仓给他打包成一个列表 把一个圆主打包成一个圆主 那两个信号呢 表示打包成的是一个字典 对不对 打包的是一个字典 好那同样的 有打包就有解包 解包就是相反的 如果你传注的时仓带了一个信号 那么他会把时仓 把时仓这个列表或者 圆主把它给解开 解成12345 就是这么回事 好的这节课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